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杨玲的故事没有结束 感谢和杨玲相遇 希望平行世界里的杨玲可以一直幸福 最后 愿每个人心中都始终保有一道光 演员爱东发微博称 远离毒品 真爱生命 感谢相遇一场 刘凯华再见了 冰与火剧情源于真实案例 云南宝山警方破获制造贩卖韩国家管制成分药物案 剧中人物之间关系复杂 黑恶势力暗中勾结 故事中暗流涌动的禁毒前线故事 以及多线城的情感叙事 引发了观众对于人性 情感的深度思考 片鸣冰与火的寓意在于 对禁毒警察来说 每一刻都如履薄冰 如临暴雨 但无论身处何种逆境 胸中永不熄灭的正义之火 始终支撑他们一往无前 冲破所有困境 感谢无数的禁毒英雄 用汗水 鲜血甚至生命 为我们守护了和谐家园 感谢无数的英雄家属 在默默的支持和奉献 向每一位浴血奋战的禁毒英雄致敬